的發燒 25號新增了三名確診 全都是港區群聚延伸 可怕的是 還是找不到感染源的男大生 這基因定序發現 就是Omicron菲律賓珠 跟高雄港群聚的案例 是一樣的 只是他沒有去過碼頭 到底是被誰傳染 也讓專家很擔心 恐怕在社區 有更多人的感染 出現隱形傳播鏈 藥妝店便利商店 緊急休息 環境大消毒 因為高雄港群聚 繼續發燒 25號新增三人確診 18516這個個案 在前陣區經營 傳播的一個零件供應商 25號新增的18156 是傳播零件商 接觸過兩名確診客戶而染疫 而18515 則是案18401的妻子 18517因為接觸過鄰居案 18469也被傳染 是第一個從社區篩檢出來的 確診個案 特別的是 有三名案號被取消 就是21號確診 跟18156同診所的 三名女病患 檢體敷驗陰性排除感染 但曾經的弱陽性 不確定是確診後 康復還是打疫苗造成 但令人憂心的是 始終找不到感染源的高科大 駅京校區南大生 經營定序出爐 確定是菲律賓株 衛生局認為屬於港區群聚 但明明南大生沒去碼頭 還確診 就怕已經在社區形成 隱形傳播鏈 只是沒想到 二十四號確診的福利社母子 兒子也是學測考生 二十一到二十三號去考試 通常三十六名考生被掃到 通通被匡列隔離採檢 嚴防病毒存入社區 市府也下令 進出港區民眾 都會用簡訊通知採檢 預估發出兩千通 沒去的就開罰 要用擴大篩檢和疫情 搶時間 記者洪夫人高雄報導